你准备上头条了 好 希望大家 谢谢大家帮助我 真的 大家也希望 能够在未来继续支持郑红 可以说刚才这个游戏 可以体现出我们郑红 真的是特别的平易近人 感觉很小女人的一面 对 而且现在知名度已经很高了 而且在整个在朋友之间聊天 或者怎么样 能够让我们感觉到那种 非常坦然 非常真诚 这样的一面 相信 我觉得我已经 分分钟马上变成铁粉 真的 真的 是吗 我之前就是铁粉了 之前就是铁粉了 是吗 那你没有表现出你激动的样子啊 我很激动啊 已经 那你一直这么矜持啊 你看我多不矜持 天呐 应该是这种 真的真的 因为一直以来觉得 我还是刚才要强调 一直起来 其实是蛮知性的一个形象 刚刚比如说 从化妆间走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天呐 这个特别惊艳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谢谢谢谢 我在后台看到也是这样 谢谢 好漂亮 我还是想问一下 就是说其实在自己 在各个方面 其实自己说宅女嘛 其实宅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其实比较喜欢自由 比较喜欢自由 就觉得喜欢做什么 我就去做些什么 但是在现在呢 作为一名歌手之后 那可能会方面受到一些影响啊 包括公司的安排啊 包括整个自己的安排 在这样的话 会不会有压力 嗯 我还是那句话 我觉得就是有压力 它才会进步 我觉得我作为 就是我现在很认真的把它当成是 艺人的标准来看待 我希望自己能够扛得住这个压力 因为只有负重才会前进 其实有一种说法呢 是抬着头往前走 跟低着头往前走 是有哪 是有什么区别 我来考你们一下 就是抬着头 就抬着头 就是往前望 的那样行走 跟你低着头 然后去走 是什么样的区别 抬着头向前走 往前往 和低着头向前走 你来先说一下吧 咱们可以先选一个 抬着头向前走 和低着头向前走 嗯 对你选哪一个 咱们解释一下 让我们这个知心 知心姐姐 郑鸿来帮我分析一下 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 对 会选择抬头往前走啊 嗯 我觉得这是女汉子的性格 不是 这是我 因为也是 这个职业嘛 你每天都要 当然要抬头挺凶的走 抬头 这样才能看到阳光呀 她在前方 我觉得啊 抬头向前走的话 可能是充满自信 骄傲 或者说看到未来的 这样的一个往前走 但是其实低头向前走的话 我并不觉得 可能会有些不好 反而可能会觉得 我踏踏实实认真的 看好脚下的每一步 继续往前走 而且还会捡到钱 你看抬头起来看风景 低头下 看风景 低头 我天哪 这简直是绕口令 那我希望 郑红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你对这两件事情的看法 其实呢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分析 它都是对的 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分析 就让我心想 我没有想过 我觉得你这样说 其实真的很对 但是它这个是 我们周总理以前有说过 就是低着头走 是往上坡走 哦 嗯 就是因为要考虑到一个重心的 这样一个问题 对 所有低头 所有上坡的人 他都是低头走路的 所以 我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人 希望自己可以就是 很踏实的 就是做好自己面前的事情 然后呢 因为我可能不是那种 去规划很远很远事情的人 我会希望就是 把目前事情做好之后呢 偶尔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 嗯 我觉得自己是属于那种 脚踏实力 要挑担子的那种人 我希望自己可以有这样的肩膀 可以挑起这样的担子 我不怕负重 所以说其实啊 我一直觉得一个半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真的 对于了解一个人是远远不够 但是呢 在简单的对话当中 我还是能够感受到 这个 郑虹超出自己 现在年龄阶段的一种 一种 一种思维 或一种考虑 包括这种动力 所以我也相信 郑虹一定会在未来的道路上 取得更加 出色的成绩 一定的成绩 谢谢 谢谢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